大家好,现在我讲一下APPEvent的数据层储 今天讲一下本地数据库 本来是要讲一下一款应用叫做开车播发短信 但由于那里牵扯到本地数据库 还有其他的一些知识 作为初学者的理可能没有掌握 所以我还是先讲一下本地数据库 我已经在设计界面 加入了三个标签以及三个文本输入框 以及两个按钮 现在拖一个本地数据库过来 本地数据库的属性面板什么都没有 它必须要通过编程的方式来做一些事情 我们看一下本地数据库 它只有这么几个功能块 下面我来一一讲解 在讲解之前我们要说一下基本概念 本地数据库在有些版本 以及有些汉发的版本 比如说广州数据库 广州国家网的版本 它翻译成是微数据库 本地数据库采取的是标签 或者说标记值的方式来乘取数据 它会乘取很多种数据 包括文本数字列表 以及声音图像和视频 功能还算强大 那么它是怎么用标签或者标记值来乘取的呢 比如说我们乘取一个数字为R 那么它标记标签就选做学号 同样标记为姓名 然后乘取一个数字叫猪把戒 乘取的标签名字叫弟子 那么程序的数值呢 就是高老庄 在前面三项 在后面三项就是值 在前面三项呢 就是标签或者说标记 有些地方翻译的是标签 有些地方翻译的是标记 本地数据库公众化也不多 只有那么几个 我们一一讲一讲 现在讲第一个 获取标记 我们拖一个按钮过来 通过按钮1来获取标记 在编程里面 按钮1的点击事件 获取标记 我们已经有一个对方框 刚才已经加入一个对方框了 我们在对方框里面 让它显示一下 这个获取的标记 本地数据库获取标记 获取什么标记呢 事实上刚才我没有保存任何数据 那么它获取标记 肯定为一个空值 是个什么空值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点击按钮1 看见没 它反复的是一个括号 里面是空 大家可能猜想得到了 它反复的是一个空的列表 怎么才能知道 它反复的是一个列表呢 我们找到列表 这里有一个判断 是不是为列表的功能块 把它拖进去 然后如果是列表 它反复的是一个真 如果不是列表 反复就是一个假 我们来测试一下 点按钮1 反复的是真 这就说明 这就说明 这个本地数据库获取的标记 获得的是一个列表 只是目前还没保存任何标签以及数值 所以它获取的标志为空 一个空的列表 一个空的列表 获取标记 已经讲完了 我们下面我们下面讲一下如何去保存数据 下面我们通过这个按钮一次性保存所有数据 点编程 找到按钮保存所有数据 然后 然后点一下本地数据库保存数据这个功能块 可以扶置三个 然后保存标记分别为学号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学号姓名和地址 我们分别输入这些资 现在我已经把这些学号姓名和地址都是文本 以及地址全部输进去了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点击保存所有数据 已经保存成功了 但是我们没有读取出来 就不知道是否保存成功 我们先来 刚才这个按钮 来点 来测试一下 它或许的标记是什么 读取 按钮1 看见没有 它现在有三个标签 它是一个列表 有三个项 正好是 刚才我们保存的 这三个标记 也就是三个标签 好 我们下面通过这个按钮 另外一个按钮 读取所有数据 让它显示在 这三个文本框里面 刚才保存数据 这个功能块说完了 我们现在又用这个功能块 请求数据 也就是读取数据 这里看到没有 标记 标记 这些参数 另外有些地方翻译是为标签 意思都是一样的 我们用按钮 保存 读取所有数据 让它显示出来 点本地数据库 请求数据 请求数据 分别用文本输入框 分别用文本输入框 显示文本来读取 我们把它折叠一下 请求数据 请求数据 要请求什么数据啊 就必须要一个标签 或者一个标记 刚才所说的姓名 学号 以及地址 就是标签 这个还是展开 我随时把它 扶植过来 第一个是学号 再扶植一个 文本数据库 来显示姓名 再扶植一个 文本数据库 显示为地址 我们现在测试一下 用通过按钮 读取所有数据 这个按钮点击以后 是不是在 三个文本框里面 会显示出来 我们点击读取所有数据 显示完了 主把借高楼庄 是没问题 学号为0 刚才我是 不是输入是m吗 我看一下 展开 呃 承取数据为0 所以 我刚才是输错了 其实是 学号应该为2 现在 这一方面 这个测试成功的 读取数据成功的 另一方面说明 我单才输入 不错了 现在我重新保存一下 那么 他就会用这个新的数据 啊 符合到以前的数据 我们再来保存一下 然后再来读取一下 好 这个啊 这个数据呢 就符合掉以前的 学号的数据了 好 这个功能块 我们也检解完了 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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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数据 也就是读取数据 我们也讲 也讲解完了 现在我们讲 最后这两个 清除全部 和清除标记 清除标记 这里一个参数 假如法 我们清除的是 学号这个标记 那么 带通过啊 这种方式来读取 学号标记 那么 他就读不出 这个二 这个数值了 要么 反复这个空文本 要么 反复你自己 已经设定好 反复的某个 某一个文本 如果是清除全部 那就是所有 都将被清除 我们现在 做这个 清除某一个标记 我们再新建一个 按钮 让按钮2 来做这种事情 点击按钮2 当按钮2点击的时候 我们让他清除 某一个标记 我们让他先清除 学号这个标记 我清除姓名吧 清除姓名这个标记 我们来看 演示一下 现在 读取 点击按钮1 它显示的是 现在还有三个列 这个列表有三个项 也就是有三个标签 假论我们 点击按钮2 清除其中的 姓名标签 那么姓名标签就没有了 然后再来读取的时候 它应该只有两个项了 现在我们再来读取一下 三个项 对吧 好 我们通过 通过按钮2点击 搜掉一个标记 姓名 搜除了 点击了 我们再来 看按钮1 点击 你看 姓名 这个项没有了 这个列表就少了一个项 如果我们再来读取 所有数据的话 读取所有数据的话 点击一下 看到没有 姓名这个读不出来 它反复是一个空值 如果 我们不让它反复空值 姓名反复的是没有读取 能够读取 却读取正确的值 如果没有读取 就不反复空值 而反复一个 没有 正确的 数据 它就会反复这一段 字符 我们试一下 读取所有数据 看 它反复的是没有正确的数据 这个功能块 清楚标记功能块也讲完了 清楚全部 而且不要讲了 如果清楚全部 而且什么都没有了 不信的话 可以试一下 最后把这个代码讲完 这些课就讲完了 对了 还必须要强调一点 本地数据库 它保存的数据 在应用 重新启动以后 再 又可以重新读取出来 以前我们通过 新建一个全局变量 或者局部变量 它保存的数据 只是临时保持一下 如果应用 关闭掉以后 那么 它保存的数据 就丢失掉了 再次启动应用 它们 那个数据 也无法再读取出来 本地数据库 它就可以 在保存的数据库 在单地的手机里面 下一次启动应用 又可以重新调用了 我们等一下 可以重新启动 AI伴侣来测试一下 现在我已经 重新启动了 AI伴侣 我们再来读取一下 所有数据 看到没有 学号 以地址 都成功读取了 姓名是因为 当时 它去掉了 姓名的标签 根本就无法 这些读取了 我们现在讲一下 本地数据库的 最后一个功能块 清除全部 通过按钮2来清除 这个功能块呢 就 刚才已经说了 就相当于把 所有的标记 以及所有标记 下面的所有数据 都清除掉了 有点 重新归零的意思 我们来操作一下 操作之前 我们来读取 所有数据 都还在 顶个按钮1 地址和学号的标记 还在 好 我们通过按钮2 全部清除全部 好 清除完了 点击完了 我们再来看 点击按钮1 看一下还有什么 看到没有 所有的标记为空了 现在又是一个 空的列表 那么读取 所有的数据 看一下 看到没有 都没有数据了 因为所有的数据 被清除了 清空了 好了 这一刻呢 我们就剪到 剪到这里 所以的 功能块都讲完了 本地数据库 就是保存在 本地手机里面的 数据库 以后 下几个我们会讲一下 网络数据库 就是保存在 福利网上的 服务器的数据库 它有个好处 就是 不管是哪一部手机 都可以调用 这个网络数据 比本地数据库 好就好在这里 下几个 我们再见了 这几个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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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的 转发 打赏的